第261集 我说话呢你没听到吗 赶紧去将你妹妹喊来 又有人狠狠地抽了二愣子挤鞭子 石寨中的年轻人全都热血上涌 恨不得立刻出手 算了算了 这次不要胡闹了 后面陈大胡子摆了摆手 他怕激起民愤 因为他还需要这个寨子的人做事 转头看向张五爷 你这老东西寻员确实有两手 现在我们迫切需要员 再给你一个任务 什么任务啊 二十天内再交上五金元 什么 我们才刚刚交上 张五爷向前望去 陈大胡子一脸假笑 这是最后一次了 因为现阶段我们确实非常需要 以后有你的好处 可是这么短的时间 我们真的寻不到啊 哪那么多废话 陈大胡子的脸 多时阴沉了下来 拨转码头离去 只留下一句冰冷的话语 半个月的时间 凑不足五金元 就等着被灭债吧 好东西 趁着还能活几年 多发挥点余热 一个流寇劈头抽了一鞭子 与龙里马儿去 你个傻子 便宜你了 下次给我小心点 另一名流寇 抽了二愣子挤鞭子 飞身上马离去 这把杀千刀的王八蛋 这群吸血虫 怎么不被雷劈死啊 石寨中的人愤怒 看着远去的背影 所有人都攥紧了拳头 二愣子 如野兽一般成豪 王叔死死地抱着他 不让他追赶 叶凡走了过去 拍了拍二愣子的肩头 跟我走 张五爷等人没有多问什么 他们知道叶凡要去做什么 带上二愣子也好 不然这个孩子非得憋疯不可 数十名流寇一路行下去 又去了七八个小绿洲 总够收上来十几金元 这才纵马离去 冲向远方 叶凡带着二愣子 再后不紧不慢地跟着 发现这帮人非常谨慎 走走停停 生怕有人跟踪 行出去三百余里 才到达流寇的据点 他们在此地 并没有闹出多大动静 每次都是去远方截律 这次收上来这么多远 老头子应该能突破了吧 陈大胡子与旁边一个流寇 低声交谈 不多时 他们进入一片山地 近视石林 这里没有什么植北 仅有一条河流穿行而过 要尽快将这些园 给老头子送去啊 叶凡吃惊 通过他们的交谈 可以得知 真的有一个门派 在扶持他们 青霞门在此地 很有名吗 叶凡问二愣子 好想听说过 想起来了 我叶他们议论过 方圆五百里内 都是青霞门的 势力范围 二愣子一边说 一边死死地盯着 石林深处的那条河 人死不能复生 想开一些吧 叶凡拍了拍他的肩头 而后探出神石 发现 共有五十一名凶徒 陈大胡子 与另外一个人 达到了神桥境界 还有七八名 命权境界的修士 愚者是最低界的 苦海境界 他不想放走一人 按照兽皮古卷上的记载 在石林周围 刻了一些稻纹 将此地封锁 好了 去为你姐姐报仇吧 叶凡在带着二愣子 走进石林中 一手围刀削了几根石毛 你们是什么人 一个凶徒大叫起来 扑的一声 叶凡直接一指点出 一道金光冲锄 一个血洞出现在他的额头 此时当场栽倒在地 何人身宠我们的地盘 呼拉一声那些流口 全都冲了过来 原来是你这个傻子呀 竟敢送上门来 是不是把你的妹妹带来了 不对啊 这不是你妹妹 是个少年 一群凶徒还没有看到 不远处的死尸 不知死活的走上前来 远处 陈大胡子感觉大事不妙 当下没有说什么 直接就想飞断R去 可是却被盗文锁组 无法逃离 他焦急大喝 兄弟们 给我杀了他们 二愣子 你长得憨头憨脑 你的姐妹倒是很睡灵啊 这帮凶徒依然不知死活 二愣子咬牙眼睛都红了 你们恶怪满营 今天可以结束一切罪恶了 叶凡不断点指 一具又一具尸体倒下 额头皆被神光洞穿 你流口慌乱 纵然常年杀人 临到自己身上也产生了恐惧 扑扑扑的 叶凡将手中的时髦置出 接连将五人盯在地上 这些人与二愣子有杀截大恨 叶凡拍了拍他的肩头 让他自己去动手报仇 不然的话 他非被这种浴火憋坏不可 被钉在地上的人 嗷嗷发出惨叫 耳愣子近乎发疯 刀劈嘴咬 满身都是血迹 你们这帮人渣 掌握了一些力量 就真以为可以无法无天了吗 叶凡盯住陈大胡子 你是谁 可知道我们的来历 陈大胡子色立内人 他常年在死人堆里滚爬 直觉很敏锐 他知道 今日凶多吉少了 你不就是为清华门一个老不死的服务吗 先收拾你们 等我腾出手来 找机会再击毙那个老家伙 为地方除害 身为北域门派 却暗中做这种丧尽天良的事情 真是十恶不赦 在杀我们前 你可要想清后果 与清侠门为敌 在这片地狱 你将无法生存 陈大胡子呵吼 不断后退 我不会满世界大喊 天知地知 你知我知 还有谁知 哼 我近期将要突破 正好缺一些磨刀石 不介意那个清侠门派的人 出来寻我 吃得一声 一道清光 从石林中飞出 斩向叶帆的脖子 快如点芒 当得一声 叶帆轻轻弹了一指 一把圆月弯刃 瞬间崩裂 坠落在地 他挥动拳头 向前砸去 哄咙一声巨响 前方的大片石林 一下子被粉碎了 那鸣与大胡子 同为神桥境界的修饰 惨叫一声 骨断金蛇 在地上翻滚 你们无恶不作 手上沾满了鲜血 都上路吧 叶帆连连弹指 一道道金光射出 像是一颗颗流星蹦射 扑扑扑的响声不绝 不断有死尸 栽倒在地 别 别杀我 陈大胡子嘶吼 虽为叩首 但最后关头 比旁人还不如呢 叶帆一巴掌拍碎其苦海 而后将其扔到 二愣子的身前 此刻 二愣子早已将那些 被尸毛盯住的流口撕碎 浑身血红 大哭不止 你 你还我姐姐来 他揪住陈大胡子 猛力撕咬 叶帆灭掉了所有流口 转身 走向石林深处 足足搜出来二十多金元 真不知道这群凶徒祸害了多少个村寨 才收集到这么多 此外 他还发现了一枚古玉 能有半个巴掌那么大 这是残狱 明显是断裂下来的一块 握在手中 多时感觉到一种古老雨苍凉的气息 给人一种奇异的感觉 地图 叶帆有些吃惊 在这片古玉上 刻着一些山川地买图 也不知道传承多少带了 这些痕迹都快被磨灭了 上面有一个字 让他心中震动 虽然快模糊不清了 但仔细辨认 还是能够认出 竟然为 第一字 叶帆急忙大喊 二凳子 不要杀他 我还有话问他 此刻 陈大胡子惨不忍睹 浑身是血 不过 还好没有演技 这枚古玉 你是从哪里得到的 本集 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在喜马拉雅搜索 偷偷渊讲故事 如果您喜欢本故事 请多多的点赞评论 转发到朋友圈 谢谢你